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在這一節我們一起去跟進一下中澳貿易戰的最新形勢 話說根據澳洲統計局的最新數字顯示 原來在去年的12月澳洲對外貿易順差是創下了史上的第四高 而且澳洲對華出口方面是不跌反升 這個反映到似乎中國在罷買澳洲貨品方面的力度已經到了極限 出現了反彈的情況 此外我們又會去看看澳洲外長佩恩撰寫了一篇文章投稿去澳洲的報紙 在這篇文章當中佩恩對特朗普總統和蓬佩奧國務卿作出了致謝 在說之前首先要呼籲各位有記得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先去看看到底澳洲最新的出口數據是怎樣 其實在數字上真的相當利好 根據澳洲統計局的最新數據顯示 在去年12月澳洲的對外貿易順差是高達90億澳元 創下了史上的第四高紀錄 而當中對華的貿易順差是高達52億澳元 澳洲從中國進口的貨品是減少了6億4千萬澳元 但是澳洲出口到中國的貨品就增加到23億澳元 這個數字當然令澳洲方面非常鼓舞 因為在中澳貿易戰這個大環境下 澳洲對華出口的總額在上個月竟然增加了12% 這個數字是相當誇張的 也多一點反映到 其實大陸在罷買澳洲貨品方面 那個力度已經到了一個極限 因為你再罷買的時候 只能夠罷買鐵礦砂 但是大家知道 大陸的內循環經濟 鐵礦砂佔了一個相當重要的位置 因為製鋼廠其中一樣的主要原材料就是鐵礦砂 而鋼鐵就是用於投放基礎建設 基礎建設就是用來拉動GDP 所以沒有鐵礦砂就搞不定 當然現在大陸就不斷地謀求 在其他的市場進口這些鐵礦砂 比如說加大從巴西進口 有些中資企業又去了非洲國家那裡投資 自行開礦 但是那些遠水不能夠近火 當然大陸很多這樣的絕招 又讓他想到一招 就叫做進口廢鋼來練鋼 沒有說不行 但是你那些廢鋼的質量是怎樣 如果廢鋼都可以搞得定 那全民大練鋼就可以了 哈哈哈哈 其實就不太行 因為那些資源是不夠的 始終都是要靠澳洲的鐵礦砂 所以現在你罷買澳貨 去到這一刻我相信就已經 去到極限 現在開始反彈了 當然反彈有很多原因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在過去一段時間 澳洲那些鐵礦砂自己抬價 因為澳洲基本上就壟斷了整個鐵礦砂的市場 他說抬價基本上 那個需求彈性由於太低了 你就被購買而已 那你不能買的 那你就等非洲那些賺比亞那裡開礦 不知道開到何年何月 所以這次是硬吃的 那至於澳洲對外的貿易順差 為什麼會這麼厲害呢 原來就有兩個原因 第一就是澳洲的穀物收成超乎了想像的豐收 於是他們對外的出口又增加了 在穀物方面 另外一個原因就是 雖然澳洲的煤炭被中國列入了黑名單 就說不買你的澳煤 但是之前澳洲的一些媒體 其實他們都說過 原來大陸買到的煤炭 有很多到頭來都是澳煤 中間有些國家就是上下其手 叫做賺了中間的轉手費 因為澳洲的煤炭不輸出去中國 原來它輸出去印度、日本和韓國的量 是彌補到原先對中國的貿易缺口 就是說現在澳洲的煤炭出口量 基本上已經是回復到中國 罷買澳煤之前的水平 所以這件事是很厲害的 為什麼呢 因為澳洲現在的對外貿易的情況 是有個勢頭出現了 他們開始慢慢擺脫到中國的影響力 雖然上個月的數字顯示 澳洲對外的貿易順差是九十億元 對中國的貿易順差是五十二億 仍然是超過了一半 但是他們有很多的貨品 已經是密得一些全新的市場 找到一些全新的買家 那些產品其實已經擺脫了中國的影響 澳洲慢慢就開始建立到一個基礎 就是他們主要出口的貨品 即不算鐵礦砂 已經不需要再看大陸的面色 澳洲這個做法就是為全球建立了一個新的示範 接下來我們就看看澳洲外長佩恩 在昨天寫了一篇文章 投稿去澳洲人報 佩恩怎麼說呢 他就說澳洲和中國的關係已經遭遇到挑戰 而美國和中國之間的競爭關係 即使面臨著美國政府的換屆 仍然都將會持續下去 這一句就重要了 佩恩說如果以美國為首的陣營 能夠一貫地而且明智地表達出 在基於規則的制度下 什麼才是合法的行為 澳洲將會長期受益 同時澳洲也會力撐維護國際法和國際準則 並且勇於面對經濟脅迫 人權踐踏和虛假信息等等的行為 這句話基本上就等同於向拜登施壓 現在就變成澳洲夾回拜登 要求拜登要在貿易政策方面有一個很明確的表態 其實現在拜登還是油泡琵琶半遮臉 他還沒有一些很清楚具體的政策出台 佩恩還說到坎培拉當局在過去四年以來 和特朗普政府有著良好的合作關係 佩恩又稱讚前國務卿蓬佩奧是直率的朋友和夥伴 對於增進美澳關係 強化民主自由理念是有遠大的抱負 今後澳方也積極希望和拜登政府合作 共同應對包括中國在內的各種挑戰 這段更加是捨得露骨 明夾李拜登 而且還公開地多謝特朗普總統和蓬佩奧國務卿 這件事是不尋常的 因為已經換戒了好一段時間 整個禮拜了 外長現在才再寫這些東西 很明顯他就是要向拜登表達出一個明確的訊息 就是澳洲會進行特朗普時期的對話路線 也希望美國會這樣做 那你說澳洲能不能夾得到拜登呢 看法的機會都是低些 但是現在澳洲的表態已經很明確了 就是縱然特朗普總統已經卸任了也好 澳洲仍然會進行他的路線 其實大家現在看到 有些國家仍然對話相當強硬 比如說印度、澳洲 就是兩個很實在的例子 其實這兩個國家我相信 就算拜登怎樣軟弱也好 都未必會再看他的那台戲 因為澳洲本身就是受到了中國的壓迫 因為這個中澳的貿易戰就是持續地進行當中 所以澳洲想遠下來都比較難 另外又看看澳洲國防部長尼洛茲 他就說到 說將會增加10億澳元的軍費 來發展新式的海軍武器 包括了一些先進的輕型魚雷 以及射程超過370公里的長程反艦導彈 以及一些增程型的地對空飛彈 他就說目的是為了強化對於海洋資源和邊境的保護 使得對手面臨著更大的威脅 因為這些新型的海軍武器 將會提供到強大和可靠的震懾力 確保得到印太地區的穩定和安全 這就是澳洲國防部長的說法 他增加軍費 沒有說針對哪些國家 但其實他的目標都很明顯 沒有說出口 只是看看澳軍和日軍如何協防 就知道他真實的對象是誰 現在澳洲政府 似乎繼續秉承著特朗普的路線 所以我的看法就是 就算拜登有什麼軟弱的取態 甚至乎取態跟澳洲的取態相反 澳洲也不會再看拜登的電影 即是說澳洲夾不住他 澳洲自己也會繼續下去 這個相當明顯 根據現有的跡象顯示 拜登其實在上任以來或上任之前 老實說對於澳洲也沒有說過半句聲援說話 因為這個中澳賣戰 也不是第一天發生的事 但是無論是拜登本人也好 或者他所陰點的內閣官員也好 對於澳洲的議題 他們是沒有說過任何一句說話 這件事其實就是令人相當之詫異 五眼聯盟現在好像是國賓前程 澳洲就繼續強硬 現在美國似乎在拜登的主政下 宣稱要搞什麼策略性的忍耐 做副總統的時候都忍了八年 不差再繼續忍多四年 不知道你忍不忍得到這麼長時間 一旦一定做一做變成賀錦麗 另外我今天看報道又看到 紐西蘭跟中國達成了一些貿易協議 似乎現在五眼聯盟都變成分崩離戚 不再像以前特朗普總統時期 起碼在表面上就團結 但實際暗瓦底大家都知道 杜魯多一直都不妥特朗普 當然現在就直接連表面的團結都沒有了 現在就好像國賓前程一樣 都幾令人唏噓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